今日说法 他是小学老师 却躺在病床上学习数数 医药费不堪承受 这道难题该如何求解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 老师的难题 大家好 欢迎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士学院的 常凯教授 常老师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主人公 是一位女老师 她姓尹 今年38岁 这两天 尹老师的丈夫 情绪挺好的 因为她告诉我们的记者说 尹老师终于学会数数了 那么到底尹老师经历了些什么 连数数这种事情学会了 她丈夫都会如此的欣喜若狂的 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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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4 会回你 会回你 那切一段意思 会回你也表辞 尹老师已经躺在床上半年了 她曾经当了16年小学英语教师 现在她能用手指数数了 丈夫都很高兴 尹老师 尹老师醒着的时候少 昏睡的时候多 正在做针灸治疗 尹老师就睡着了 这是因为 她的脑部受到重疮 尹老师会变成今天这样 都是因为半年前的 那一场车祸 这就是尹老师工作的顺道小学 因为离家远 她常住在学校的宿舍 2009年2月10日 是农历正月十六 小学开学的前一天 老师们都到乡里 去开学前动员会 尹老师就是在开会 回学校住处的路上 出了事 当时尹老师和其他两名女老师一起 坐上了另一位同校小刘老师家的车 开车的就是小刘老师的丈夫 不管怎么样 也都是同样是同事 出于体面 我也让她坐 是不是 所以他们就都坐上了 小刘的丈夫送几个老师回学校 这一路都是颇高弯多的山路 两天前还刚刚下过雪 就在这段拐弯的路上出了车祸 转过去的时候 还出现个大车 那空车说不快 还夹着我的道 所以我就踩了个刹车 当时踩了一下刹车以后 我就 我就基本上没意思了 当时我还说 怎么 怎么进天的路怎么这么滑 然后我就刹破了 事故发生后 江警队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 当时咱们到他去 刹车祸 就是从这 从这一车抓走到 第三个防护的 抓走到 车的时候 能抓得起油 主要原因就是 他这个 一个车是快 再一个就是路面有兵 司机操作不大 因为兵面上 要是没有经验的司机 容易踩上车的 那是一会儿 他自己就是去控制了 就就是任由这个车 车辆 自己行了 交警做出的责任认定是 司机在路面有兵的情况下 没有确保安全行驶 应付事故的全部责任 当时小刘老师和他的丈夫 坐在前排 副驾驶和司机的位置 一个面部受伤 一个肋骨受伤 后面一排坐着三位女老师 这位王老师当时坐在后排中间位置 伤势较轻 脸部和下颌部有划伤 坐在后排两边的尹老师 和另一位吴老师都伤得很重 吴老师的眼睛失明 脑部受伤 现在已经出院了 而当时 尹老师被急救后 就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医生说 尹老师是重型内开放性颅脑损伤 在抢救时期 三天时间医院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 医生还说 第一个月内 尹老师每天都有生命危险 我当时想过 我这个大夫妻的无诊 确实是 如果是因为 这不过现在好地保住了球面 如果是没有病了 我这不是一孩住室 尹老师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 他的父母都是农民 已经六十多岁了 他的丈夫也是一名小学教师 当初抢救尹老师的时候 最让家里人发愁的就是钱 每天的医药费都是几千 甚至上万元 家里拿出全部积蓄 又东拼西凑 凑来十六万元治疗费用 才住院两个月就用光了 这时有人跟尹老师的家人出主意说 能不能让当时的车主 小刘老师家出点钱 他的这个账案呢 一个这个赵师傅 也有一点的账案 他也有给受到这些这个补草 其实司机让他们搭车也是好心 那再跟司机要钱 你们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呢 其实尹老师一家人觉得 这个口很难开 本来是搭人家的车 出事谁都无法预料 可是尹老师每天增长的医药费 又不容拖延 于是尹老师的家人硬着头皮 向车主小刘老师家提出要钱 但是小刘老师听说这个要求 觉得不能接受 他们哇呀那么那么久的 这个债务 这个医药费让我家来负担 你说我家说实话 我家两个人还能在房 现在我的医药费 都是我娘家里变的呢 我老公是家里变的 到时这个场面 整个屋表里 我公公会不会下去 这里我照顾到 别说是过我了 我都是我家里人 娘家人照顾的 是不是话 如果你们要是不做的话 我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后果 是不是 我主动的给他找了 哎呀 一不知挤着回电话 他退伤就是他就没有钱 而就在尹家人为筹钱一筹莫展时 开车的小刘老师的丈夫 被公安机关逮捕了 原因是车祸中 受伤的三位女老师 尹老师 王老师和吴老师 都做了伤情鉴定 都属于重伤 有三人重伤 且司机负全部责任时 司机已涉嫌交通肇事罪 心里面要点也太大了 我不知道这个 赛应该真的这样的后果 不仅给我带着这样严重的 我跟我整个家庭 带着这样的 成熟的家这个经济负担 而且我跟我老公 带着这个牢狱自在 我就不知道人情 到一分哪 此时 小刘老师的生活也乱套了 一家人开始四处去请教 相关的法律问题 而小刘老师的眼泪 也没能改变什么 她的丈夫 还是因涉嫌交通肇事罪 被起诉 受伤的三位女老师 也同时向法院提出了 民事赔偿的请求 共要求赔偿医药费 物工费等 一百多万元 在记者采访到小刘老师的时候 也让人觉得心里面很复杂 家里面的生活状况 也并不是特别富裕 而且司机当时开车的时候 就是坐个好人 大顺风车 那么一般那种 蹭车 出了事之后 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 这种蹭车的情况 法律上叫做好意同蹭 现在法律上 没有明确的规定 就是好意同蹭 出现事故遗物 怎么处理 责任怎么来分清 就是在学界 比较有影响的一种意见 就认为 像这种好意同蹭 不能按照通常那种商业服务 去简单的追究它 就是驾驶员车主的责任 搭车人 你不是购买服务 你是来获得别人的帮助 那么你在乘车的时候 你也应该考虑到乘车的风险 就正常情况下的这种风险 所以如果出现事故 就是搭车人 他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所以在学界的一派意见 就认为他不是赔偿 但是出了事情了 怎么办 我也有责任 是吧 从人情中关系上 特别是对方 如果受到比较严重的伤害的时候 我应该给予适当的补偿 适当的补偿 然后最好是协商解决 对的 尹老师在医院经过半年的治疗 除了数数 最近还学会了用嘴唇 亲吻自己的儿子 还有一件事 让尹老师的父母 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 那就是尹老师和另外两位 受伤的女老师 都被认定为工伤了 这对今后尹老师的治疗 会不会是一种保障呢 按照规定 如果被认定是工伤 单位可以负担医疗费 伤残津贴 重度伤残病人的赔事费 护理费等等 而且这些钱都可以通过 单位办的工伤保险支付 但是尹老师的父亲一打听才知道 尹老师的单位教育局 根本没给职工上工伤保险 财政缺了8块 单位查找公务员 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 面接非用力组织 再不参加工伤保险统策 那像教育局就属于这个 不参加工伤保险统策 那他们的工伤保险这一块怎么办呢 这个就是单位负责了 单位负责 他既然是工伤的话 那教育局有多少的能力来承担他的药费 教育局就可以了 你教育局现在你就是好用 一定能让政府赔 当时这个生气 你知道他去应该这个财政 县里说应该单位负责 而单位又拿不出钱来 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 他们一年的财政经费只有10万元 要负担尹老师的医药费 只能一次次打报告 向县政府申请财政拨款 来自尹老师同事和民警们的关怀 对尹老师的治疗是雪中送炭 那位已经出院的吴老师 医药费已经花了90多万 尹老师的治疗叫保守 也花了30多万 但是巨额的资金缺口仍然存在 而经过法院的调解 车主小刘一家也同意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对商者做出补偿 一方面 小刘老师一家确实对商者有歉疚 另一方面也为了减轻刑事责任 到记者采访时 小刘老师家已经拿出6万元 给了几个商者 8月底 几家人又达成了民事调解协议 小刘老师家同意 付给尹老师和吴老师各14万 付给王老师15000元 随后 小刘老师的丈夫被取保候审 而对于尹老师 医生说乐观的话 他年内可能会站起来 你是当事了 尹老师 我听说你病了 希望你能够平安无事 希望你的病 快快好起来 回来救我们 我们都很想念你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尹老师的丈夫告诉记者 妻子的同事们 也常常来看望他 大家总会说起 希望单位能尽快给教师们 上工商保险 现在这个问题很麻烦 工商保险没上过 教育局又没钱 县里面现在是拿出了20万 更长远的治疗 更长线的恢复 他都会花很多钱 怎么办 那就应该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学校没上 那么他就上级单位 教育局他应该承担 教育局如果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教育局的主管部门 政府应该承担 这个责任总会要落实到一个单位 一个具体的负责任的 一个单位的认识 但是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楼返县 事业单位几乎都没上保险 程老师据您了解 其他的地方应该上工商保险 不上的多不多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非常普遍 对 但这个问题的话 也不是简单 就是他这个单位不给上 这个问题还有制度上 现在我们并不是很健全的 为什么呢 按理说 一个事业单位 拿出一部分钱 给自己的职工员工 上一个工商保险 这不是一个多困难的事 看你站在什么角度上 那肯定是一笔支出 我们对单位考核 这也不是最主要的考核 你没上保险 你不能得先进 你这个单位领导不能提升 没这个要求 但是其他的那种要求 特别是经济指标 如果达不到你恐怕 你自己发展都会成问题 所以这方面我想的话 整个社会理念 如何重视民生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必须明确这个法律责任 如果你不执行 你承担什么责任 而且你不执行 肯定要比将来执行的时候 你付出的成本要高地多 这样法律才有执行的这种可能 有一点让人感觉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开车的人 开车的人拉人 然后出了事 个人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这种精神是非常让人钦佩的 那么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 应该给老师上工商保险 没有上 应该承担责任 是不是也要迅速把这份责任担起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陶老师参与下场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接着做吧 再见